点滴记录中国法治经常 今日说法 一对放学回家的双胞胎姐妹被人情报 警方昼夜搜寻还一帮百姓平安 现在是洒奔宁时间 静静关注平安是福 逢年过节 人们送出的祝福当中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平安 但是稍有不慎在生活当中平安可能就会被打碎 现在是洒奔宁时间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发在吉林省长白山 2013年10月 吉林省长白山警方接到报警 说是有人在自家饭店的门口被砍伤了 当时病人到医院以后啊 是这个极度的呼吸困难 大寒冷的一面的长白 从重度床上出血型收费的表现 受伤的人叫周祥发 是一家饭店的老板 经医生鉴定 受害人身上有九处伤口 宋少东是长白山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周祥发身上的伤口已经缝合完毕 但是从伤口上 宋少东还是看出了问题 别人把他捅了十来刀 就是说这肯定有比较大的仇恨 据了解 事情发生是在晚上的21点左右 在厨房里忙碌了一天的周祥发 想出去一下 可是他从饭店走出去不到两分钟 惨剧就发生了 当时还在周祥发饭店里的服务员隔着窗户看到了这一幕 这是周祥发的服务员当年留下的笔录 我看见有两个人按着周祥发 当时呢我看着他俩一起对周祥发动手 但是我不确定他是打他还是捅他 我就喊周祥发吃亏了 我喊了好几声 这俩人才跑 服务员说他赶紧跑出饭店将周祥发扶了起来 一边向周围的邻居呼救 在周祥发饭店里吃饭的朋友立刻追了出来 我一抬头就看见有两个小子在往东跑 离我大概有三四十米的样子 我就立马去追他们了 他们跑到了雪栈楼的胡同里 我就在后面追 当他们俩跑到雪栈楼胡同东面出口的时候 我就追不上了 周祥发的朋友没有追到嫌疑人 不过侦察员在周祥发饭店对面的一个监控探头 拍下的录像里见到了嫌疑人 他的监控正好能照到他的门前 但是照不到安法现场 监控录像拍摄的时间是2013年10月8日21点01分 有四个人从车上下来 向画面左侧走去 那一侧就是周祥发饭店的方向 一分钟之后 有两个人往回跑 经周祥发饭店的服务员证实 这两个人就是嫌疑人 那两个人一高眼高个儿穿灰色的上衣 上衣有个帽子 看着像休闲的运动装 矮个儿的呢穿黑色的上衣 他头上呢也戴个帽子 是个黑色的 紧接着三秒钟之后 又有五六个人跑了过来 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而这个拿刀的人并不是行凶的人 他是周祥发的一位朋友 这是当时追赶嫌疑人的周祥发的朋友留下的笔录 两名男性 一个身高在一百七十厘米左右 身着敏色运动衣 好像短头发 其他的都没看清 另一个身高在一百六十厘米左右 身材销瘦 身着三色上衣 好像还戴着连体帽 其他的也没看清 这四个人会是谁呢 为什么要下此狠手 侦察员根据案发的时间 再往前查看监控 终于又有了一个发现 车辆停在那儿 是在十月八号 晚上十七点四十分左右 连到案发现场 案发时间是到晚上九点 他停留了四小时左右 车条这个位置 正好能看到周祥发的 饭店的所有的景象 从嫌疑人停车的时间和位置分析 宋少东觉得 嫌疑人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针对周祥发的 而且这些嫌疑人 还对车辆进行了伪装 只能看出它是飞车的轿车 发动车的时候 能看到一点点的尾部 尾部没有车牌照 由此看来 嫌疑人在作案之前 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而从周祥发的伤情上看 嫌疑人就是要置周祥发于死地 那么周祥发 究竟和谁 有着如此深的仇恨呢 此时 案发现场的勘察 也在进行当中 这些血迹 除了周祥发的 还会不会有嫌疑人的呢 这还需要技术部门 做进一步的鉴定 周祥发的饭店 开在一栋六层楼高的 住宅楼的一楼 这栋楼的一二层 是商用楼 三层以上是住宅 侦察员走访了 楼上所有的住户 也没有得到 有效的线索 当时是现场已经破坏了 案发就突然 所以就是 大家也没想起保护现场 长白山地区不大 邻里之间也都相互认识 然而 在查看监控录像时 没有人能认出嫌疑人 而且 嫌疑人在停车场上 肆无忌惮地 蹲守了那么长时间 也没有被人认出来 宋少东推断 这些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 因为本地人在那 蹲守那么长时间 有可能被人发现 被人认出 如果嫌疑人不是本地人 周祥发又怎么得罪这些人呢 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似乎只能从周祥发那里 得到答案 此时 周祥发才刚刚被抢救过来 只是限于比刚来的时候 稳定了一些 但是还没人脱离这些 周祥发是长白山本地人 四十岁 有一个三口之家 开饭店已经十多年了 经调查 周祥发本人老是本分 和店里的员工 周边的邻居 都相处得比较融洽 侦察员在走访中 没有得到线索 宋少东决定 用以车找人的思路来办案 他让侦察员 围绕着案发现场 一步一步地向外调去监控 在距离案发现场 200米处的一个商店门口 监控探头捕捉到了 嫌疑车辆的全貌 驾驶员前面的 和副驾驶前面的 这样把他们放下的 衣服盘上部 有一个白色的点 咱们先经过周安组的分析 确定这辆车是一台 本田四路热交车 侦察员立即调取了 长白山所有本田四部瑞轿车的信息 发现在长白山地区 只有两辆这样的车 然而经过比对 长白山当地的这两辆车和嫌疑人乘坐的车没有相似之处 那首先就是还是说就是车贴的位置 包括内饰 也不一样 就不是 排除了 如此说来 案发当晚 嫌疑人和车辆都不是长白山本地的 这让长白山警方更加的胡闹 因为嫌疑车辆没有排照 无法判断他们是哪个地方的车 就在这个时候 案发现场提取的血迹鉴定报告 有了结果 后期经过DNA检验的 就是现场发的血迹 都是被害人周向发的 现场的血迹不能给案件侦破带来线索 而医院里的周向发 经过了72小时的抢救 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是仍处在昏迷状态 长白山警方对周向发的伤情 也时刻关注着 他们除了了解案情 也经常到医院去询问 周向发身体的恢复情况 这一天 一路走访的侦察员得到了一个线索 在案发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周向发曾经被人打伤过 牙牙打掉了 就是打的比较重 据了解 周向发在一年前到朋友张坤家去喝酒 酒喝的尽兴 两个人开起了玩笑 周向发失手将张坤推荡塞地 摔倒以后 他也就是看了 以为打仗呢 他就是一下子就给周向山给推倒了 推倒当时 卡掉三颗门牙 事后周向发觉得 自己是和张坤开玩笑 可张坤的七弟 却对他吓死重手 周向发要求张坤 赔偿他的损失 当时他朋友挺生气 就给他两万块钱 说你笑牙去吧 周向发觉得 让张坤赔偿两万块钱 其实并不算多 因为如果他要报警的话 张坤的七弟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张坤却觉得 这两万块钱太多了 会不会是张坤对周向发产生了怨恨呢 这人呢是没什么正式工作 家条件比较差 张坤是卖水果的 也是本人 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 每逢赶急 张坤都会到集市场 卖点水果来补体家用 但是一个月也就能挣个两千多块钱 赔偿给周向发的两万块钱 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 我来到四个他 他因为赔钱了 对周向发是非常不满意 对此事是报复 然而侦察员经过调查发现 10月8日案发当天 因为家里来客人 张坤很早就收摊 回家招待客人 在家都在家待了 他基本上就已经把他的作案时间排除了 宋少东推断 虽然张坤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但是也不能排除 他为了报复周向发 故人行凶的可能 但证据在哪呢 看来要想掌握张坤作案的直接证据 就必须要先找到那辆 嫌疑车 于是宋少东让侦察员把案发前后几天进出长白山的所有小轿车的监控截图都调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比对 侦察员终于发现 2013年10月8日下午16点37分的时候 一辆从沿急方向开来的黑色本田斯布瑞轿车 与案发现场的那辆斯布瑞轿车存在着高度的相似 就是车前窗贴的粘粘贴 保险贴 还有环保贴 所贴的位置和形状 跟在现场周围第二次调整监控 比对 对他们是同一台车 可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案发当晚 嫌疑车辆从长白山出去之后就失踪了 长白山到沿急 如果正常行驶的话 只有两条路 走这两条路 哪条路走 基本上都应该能掉的 但是恰恰没有掉到 就在侦察员还在调查失踪的嫌疑车辆的时候 医院传来消息 周祥发的伤情已经稳定 可以开口说话了 对于案发时的情景 周祥发是这样描述的 我当时就是除了一场的时候 就是看了四个人就过来了 我当时以为理由的呢 楼上有宾馆嘛 我现在去住宾馆吧 你没在意他们就上去了 上去后下来蹦下来 直接就两刀就撂那 周祥发在描述案发情景的时候 表达得格外的顺畅 可是当侦察员问他 有没有可能遭人报复的时候 却出现了问题 点到这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说话 当时他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 说话也不能说太多 但总体感觉呢 他还是有 有事情没说出来 宋少东虽然对周祥发 有着很多的怀疑 但是考虑到他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恢复 不可能对他继续追问下去 但是他却加大了 从长白山到沿岌 偏远山路的调查 很快就在一条运柴的小道上 发现了那辆嫌疑车 经过一路追查 侦察员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嫌疑车辆是来自于严吉 但是在严吉 周祥发有什么仇人呢 周祥发说他自己不知道 而周祥发的亲戚朋友也都说 他在严吉不会有什么仇人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 从严吉跑到长白山 来砍杀他呢 就在侦察员 准备在严吉查找 这个嫌疑轿车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个消息 说周祥发在严吉念书的儿子 被人给绑架了 追死来报案的是 周祥发的妻子王立 他说 他在严吉上学的儿子被人绑架了 虽然最后还是自己逃得出来 但是却被绑匪打了针 长白山警方立即对周祥发的儿子 进行了身体检查 刚要扎音的时候 他一动 一动了 他这个针头也断了 所以液体全注入到衣服了 没注入到体内 具体什么液体不知道 但是那个气味非常刺激 当时我就考虑 肯定是农药这类的 因为农药一般的味道比较大 后来建议他们送检 经过有关部门鉴定 周祥发儿子的衣服上残留的药物有两种 一种是聂多威 一种是克百威 周祥发的儿子只有十几岁 周祥发的妻子说 为了让儿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就把他送到了延级去上学 还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自己经常到延级去照顾孩子 什么人要对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下手呢 而周祥发的儿子说 绑架他并给他打针的人 他认识 就是帮他在延级租房子的赵成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的 我俩认识了三年多 他在赵成 谈到赵成 周祥发的妻子说 他和赵成见过几次面 勉强算是朋友关系 当初他儿子在延级上学的事 就是赵成帮助联系的 宋少东他们立即对赵成展开了调查 有个十岁孩子在上小学 他跟他爱人离婚了 警察 35岁的赵成就是延级本地人 没有正式工作 如果他真的像周祥发妻子所说的那样 是他的朋友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绑架并企图加害周祥发的儿子呢 就在宋少东他们开始寻找赵成的时候 他们在延级市一家租车行里 发现了那辆可疑的本田斯伯瑞轿 把他踢在这里一吊车 发现案发时间 租车这台车就在这个案发现场出现了 吊出这辆车之前就是租赁记录 案发的时候 叫赵成的那个人租赁了这辆车 租车伤害周祥发的人叫赵成 而给周祥发的儿子打毒针的人也叫赵成 这两个赵成是一个人 2013年10月23日 警方成功的将赵成等人抓捕回案 那么赵成为什么要指周祥发父子于死地呢 就是这个周祥发这个人吧 平常愿意喝酒 所以他气得在家没意思 就是上网 后来就通过这个认识 这个叫赵成了 原来赵成和周祥发的妻子王立民 是通过网上认识的 认识之后 赵成居然爱上了王立民 为了能和王立民结婚 2012年年底赵成离了婚 跟王立民说 说我为你 我就离婚 赵成离婚之后 也要求王立民跟周祥发离婚 但是遭到了拒绝 这激怒了赵成 他甚至把电话打到了周祥发那里 因此周祥发在被人砍伤之后 就已经意识到了是谁砍伤了他 这也是他一直不开口的原因 半个月之前就发生电话 他就逼我离婚 我没同意 事后 王立民断绝了和赵成的来往 但赵成觉得 王立民对自己太决情 并扬言要王立民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 说过恨不得要杀了我 嫉妒周祥发 恨不得他死 于是赵成就顾凶伤害了周祥发 在得知周祥发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赵成又绑架了周祥发的儿子 并注射了毒针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一对放学回家的双胞胎姐妹被人强暴 深夜回家的他被人劫持进了宾馆 昼夜搜寻 看广安警方如何擒胸 现在是萨贝宁时间 静静关注 平安是福 所以这个家庭和睦 对于平安来讲 也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若是不和睦 会生出诸多的麻烦 搞不好还会酿成刚才那样的悲剧 在刚才这个案子当中 是因为周祥发的妻子上网而导致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 来自四川广安的杨女士 却是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麻烦 2013年秋天的一个凌晨 杨女士到派出所报案 说她在路上被人强暴了 广安警方从杨女士那里得知 当天凌晨 她在回家的路上被三名歹徒 胁迫着上了一辆出租车 最后被带到了广安城南的一个宾馆 拥抱 劫持了这个女生 就进了房间 然后在房间里 就对这个女生就死死了场面 在经历了一场噩梦之后 杨女士终于逃脱了歹徒的魔爪 之后便报了警 在锁定了具体的位置之后 民警赶到了事发的宾馆 不过当警方到达宾馆的时候 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 事发的房间内 场面显得比较凌乱 很明显还没有来得及打扫 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了可疑的毛发 和类似男性皮业的物质 据宾馆老板和当时负责开房的服务员反映 当天凌晨三点多 确实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过来登记住宿 说要开两间房 不过这三男一女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所以他很快就为他们办理了入住手续 警方在验证嫌疑人的住宿登记信息时发现 嫌疑人用的都是虚假的身份信息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宾馆的监控 这就是这家宾馆的一个监控器拍下的画面 9月23日凌晨3点23分 宾馆的服务员还在柜台里睡觉 一个右手拿烟的男人进入了画面 他似乎是在向服务员询问着什么 还把脸向右侧转了过去 显然那面还有人 很快这个人也露了头 但是并没有见到杨女士 警方又调取了另一个监控器拍到的画面 这是案发时段三男一女进入宾馆时的画面 画面中的女性正是杨女士 据杨女士指认 旁边的那三个男的就是劫持他并强暴他的人 走在最前面的人 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皮肤较黑 另外两名同伙的特征也十分明显 一个金黄色的长发 另一个头发中长戴着眼镜 据杨女士指认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皮肤较黑的人 正是对他实施强暴的嫌疑人 然而在观看视频时 警方也发现了疑点 在进入宾馆的整个过程中 没有看到嫌疑人携带刀具 更看不出杨女士是被人胁迫的样子 也就是说杨女士当时完全是有机会逃跑的 根据掌握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警方在广安地区展开了走访调查 不过经过多日的努力 警方的排查并不理想 就在警方密切关注此案的时候 又有人来到派出所报案 说他和两个女儿在派出所附近被人追杀了 就跟着我睡 我女儿笑得起码对了几百亿元 报案人王女士说 迟到追杀他们的有三个人 年纪都不大 当时他和两个女儿都吓哭了 他拉着他们一直跑了好久 才摆脱了歹徒的追杀 三个歹徒到底是什么人 和王女士有什么深处大恨 竟敢如此明目张胆 对他和两个孩子行就呢 一提起这事 王女士就恨得咬牙切齿 他说 他当天来派出所报案 就是因为这三个人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两个女儿 实施了强暴 国安警方了解到 案发时三个男人用刀抵住了女孩的脖子 威胁他们不要出声 并将他们挟持到了附近的草丛中 在搜出了两个孩子身上的零用钱之后 其中一个人就对两个女孩下了手 在强暴了两个女孩之后 这几个人还威胁了他们 我们每一个办案民间 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人都非常分开 当时我们有些了解到这个情况 有几名女民间当时眼眶都红了 得知消息之后 王女士决定带着两个孩子来报警 然而就在他们去公安局的路上 竟然和那三个嫌疑人遭遇了 当女儿给王女士指出 就是这三个人伤害他们之后 三个嫌疑人恼羞成怒 抽出刀来就追杀他们 要不是他们跑得快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王女士女儿的指认下 公安警方来到了案发地 这是一条刚修好的新路 两旁并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平时经过这里的人都比较少 并且案发之后 广安下了一场大雨 这给民警的现场勘察 制造了难题 根据守怀人的资人 到达现场 我们在现场 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有用的证据 从两个女孩子的描述中 警方得知 对她施暴的那个嫌疑人 是黄色长头发 皮肤较黑 而王女士只记得 三个歹徒年龄看起来都不大 其中两个还染了黄头发 同样是黄头发 黑皮肤 同样是三个人 而且年纪都不大 这些体貌特征 和之前杨女士被强奸 那起案件中的嫌疑人 非常的相似 而且作案的手法也很像 先是持刀 抢劫财物 然后实施强奸 所以警方判断 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果然 经过两个受害女生的辨认 在监控录像当中出现的 那个强奸杨女士的三个犯罪嫌疑人 正式伤害她们的同一伙人 警方立刻决定抽调精干警力 并按侦查 对周边地区实施更加严密的防控和走访 这是从宾馆提取到的 疑似嫌疑人的毛发和体液检测结果出来 不过在DNA数据库中 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信息 线索就此中断了 而两起案件发生之后 三个嫌疑人似乎也销声匿迹了 不过 广安警方始终没有放松过 白天和黑夜的巡逻防控力度 特巡警大队巡逻民警在巡逻市市民广场的时候 两个嫌疑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特巡民警立即停车表明了身份 要求他们接受盘查 他一直不下车 他们身情很非常慌张 特巡逻民警立即通了对讲机组织附近的警员 对两个人实施追赶 在各路巡逻民警的夹街之下 这两个嫌疑人慌不择路 被迫拐进了一个居民小区 警方随即实施了包围抓捕 到了派出所之后 两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黄色的头发年纪看起了不大 而经过审讯 很快两个人就承认了 正是他们实施了对洋女士 和两个初中女生的抢劫强暴 他说他要去上厕所 都在我那里 没睡过来 大概三点后都要去上厕所 我们都在留着等他 他上个 都估计他要打电话报警 这就是对洋女士和两个初中孩子 实施强暴的李良 据他交代 洋女士在这个过程中 始终没有反抗和试图逃跑过 他说一个已经跟他对他 你对他 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 心里他不对我什么 而在对洋女士施暴前几个小时 李良三人刚刚对王女士的两个女儿下了手 我就是刚刚上他们脱衣服的时候 他们不脱 两起案件中都是李良一个人 对受害人实施的强暴 同伙曹伟等人则参与了整个案件 两人还交代 他们都是国安本地人 很早就辍学在家 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他们也曾到外地打工过 但是吃不了苦 没多久就回来了 回来不久 几个人就凑到了一起 经常实施抢劫等犯罪活动 经检查机关批准 该团伙的全部成员现已被依法予以逮捕 杨女士和这两个学生确实让人同情 但是如果他们能多一些防范的意识和自救的意识 也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些人 除了防范意识之外 他们内心可能还多了那么一点贪念 否则的话 也许也不会掉入陷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14年8月31日下午 画面上一个身穿白色短袖上衣的年轻人 焦急地在等待着 一会儿 一个身穿绿色T恤的小伙子 从银行里走了出来 随后拿出一打钱交给了他 但是这个白衣男子并没有接钱 而是将他和他的同伴叫到了一旁的乡市货车旁 三个人好像是在商恋着什么事 几分钟之后 穿绿色T恤的小伙子和同伴转身离开 那名白衣男子突然从后面使劲 搂住了两个人的脖子 双方发生了争执 穿绿色T恤的小伙子和同伴又转身离开 穿白色短袖上衣的年轻人紧接着上去拦住他们 几句话之后 有一个人突然拿起了身旁的隔离装 吓唬白衣男子 但没有想到几名标形大汉从四周突然围了上来 对这两个人一顿拳打脚踢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画面是在深圳市保安区 一家银行门口的监控探头拍到的 被打的这两个年轻人是兄弟俩姓叶 是从海南来到深圳打工的 他们俩说之所以和人撕打起来 都是因为手机闹的 小叶说一看对方递过来的 正是自己一直想要买的土豪金5S 就接过手机翻来覆取的看 为了验证手机的真伪 小叶还试着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这还不放心 又在相关网站上对这部手机的编号进行了验证 那苹果手机不是有自己的那个编号吗 然后进面查一下吧 然后有那个激活的吧 然后进面看一下吧 然后发现这手机也是刚刚买不久了 确定手机的确没有问题之后 小叶产生了想买的念头 于是和对方谈起了价格 就是他要两千五 然后我说一千 然后我在讲这价格之后 他说一千一千了 当时市场上这部手机的价格 大概要五千元左右 这个卖手机的人 为什么出这么低的价 对方说那是因为他有急事急需用钱 我当时是怕是偷的 因为价格那么便宜 肯定我还以为他是有紧急情况 所以就在B5都也还买到手机的 小叶觉得一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一部 梦寐以求的土豪金 机不可失 但是身上的现金又不够 于是小叶不顾哥哥的劝阻 立即起身去银行取钱 我们前面看到的监控录像 就是小叶兄弟从银行取钱出来之后的真实记录 小叶说三个人在乡市货车旁进行交易时 小叶突然发现自己拿到手里的居然是一部假手机 向对方要求退款或者是给真机 对方都不同意 先说是他的地盘吧 然后就拍了拍我个脸 双方争吵得很厉害 看到对方不还钱 小叶便威胁对方要报警 并和哥哥想离开现场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那个人突然从后面抱住小叶兄弟的原因 而接下来几名标形大汉从四周围了上来 对小叶和他的哥哥一顿拳打脚踢 接到小叶兄弟报案的是深圳市保安区唐头派出所 警方立即立了案 其实近一个时期 深圳警方已经陆续接到了一些人的报案 只是报案人都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 这次小叶兄弟被抢的过程恰好被银行的监控拍了下来 深圳警方通过查看现场视频 很快就发现了几名嫌疑人和作案车辆 发现作案人员有七八人 驾驶了有三台嫌疑车辆 这三台车都是侦测牌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个湖南遗障级的人员 警方通过深圳的天眼系统 经过大量的查找和比对 终于发现了三台嫌疑车 是那个车吗 这是什么地方 侦察员的车从这辆嫌疑车旁边绕过去的时候 发现车里没有人 而且可能在旁边那些地方找 不知道啊 然后车也请在这里 这是 在车内秘密跟踪的侦察员 在现场发现了一名嫌疑人 穿白色衣服的嫌疑人 又在工业园附近物色目标了 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 几分钟之后 现场又出现了四名嫌疑人 这两个是 同一部 他们可能和他有没有上车 这几个是他要上同一部车 对 这几个吃病囊都是 这几个吃病囊都是 侦察一张级的 你看 就这五个了 最后 五名嫌疑人驾车离开了 最后进入了一家4S店 侦察员时刻观察着几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 一个小时之后 嫌疑车辆离开4S店 来到了一家酒店 嫌疑人进入酒店之后 一直没有出来 于是警方进入酒店进行侦察 通过调取酒店的监控 民警锁定了在宾馆大堂沙发上坐着的 七八个湖南一张级的嫌疑人 酒店的工作人员说 还有十几个他们一伙的都没有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也不清楚 这个团伙 它是以老乡为纽带 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 但是呢 又聚集在一起 作案的时候又比较松散的一个犯罪团伙 是这个吗 这是 这是很运动的 但是我们也跟过去 我们就怀疑它不止一个落脚点 一直在酒店外围蹲守的侦察员突然发现 另一部挂着湖南牌照的嫌疑车也出现在了酒店门口 侦察人员立即请示上级 派人增援 嫌疑人分别乘坐两部作案的嫌疑车 从酒店来到了一个百货广场附近 由于嫌疑人没有找到作案目标 他们又一同乘车来到了附近的一个科技园周围寻找作案目标 那个身穿红色T恤的嫌疑人多次向路人兜售着手机 但是没有一个人上钩 两个嫌疑人在路边说了几句话 身形较胖的嫌疑人似乎对秘密监视他们的民警有所察觉 他突然转身向警方跟踪的车辆走了过来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是侦察员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一伙人似乎有所察觉了 如果再继续跟踪下去很有可能被嫌疑人发现 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 于是侦察员向上级汇报之后暂时停止了跟踪 初步就能够确定人数了 大概就是几近二十人左右 在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构成活动规律和犯罪证据之后 深圳警方决定收网 然而当他们到达了嫌疑人居住的酒店的时候 现场突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第一辆嫌疑车辆离开酒店之后不久 紧接着停在酒店外面的那辆白色宝马车也突然开走了 这一系列的变数不仅让准备围捕的民警感到了意外 第一感觉就是说会不会我们被对方发现了 还是走入了信息 我们迅速通知了外围悟空的同事对这个车辆进行周边进行的一个查找 发现这两部车的都分别在停车上进行洗车 原来是虚惊一场 警方立即调整了抓捕计划 很快两辆外出的车都回来了 等车上的人回到房间之后警方迅速展开了抓捕 那我们下来吧 然后向他进酒店到房间就哭了 这时十几名叙事待发的变异民警 悄无声息地靠近了酒店里的猎物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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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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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酒店大堂的嫌疑人控制之后 其他的民警立即吩咐酒店的五楼和六楼客房进行抓捕 在嫌疑人的房间内 民警找到了大量的邮寄包裹 经检查 里面装的全都是仿真度极高的iPhone5S手机模型 多少钱 15块钱 15块钱 一个模型15块钱 而就在民警现场抓捕的时候 现场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一个嫌疑人就把他们一箱的用来撞的这个模型手机 从六楼的这个窗户扔到宾馆楼下 结果还把旁边一个群众的车给砸了 这些人到案之后都交代了他们诈骗和抢劫的整个过程 给你的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要手机快没电了 他给你看这个手机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苹果手机可以打电话吧 是可以打 然后呢也可以上网 是不是 等到你决定要买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身上 事先装的假手机拿出来 你看手机没电了 这就是你刚才看到那部手机 但是确实没电了 你回去你充完电就可以开机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稍加思维 简单的冷静一下 停止下来思考两三分钟 我们既可以识破 天上是不会掉线云的 其实今天我们说这几个案子 也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 有的是告诉大家 千万要有防备之心 有的是告诉大家 不能有贪婪之念 不管怎么说 平安才是福 周翔发业家在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 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准备开始一家人新的日子 而四川的生态人杨女士 现在也搬离了原来的地方 她不想让人知道她曾经的遭遇 那两个受伤的女孩已经转学了 我们希望她们都能够走出阴影 尽快地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这里再次祝愿所有的人 能够平平安安